在之前的视频中 小编已经谈到了 周深开年官宣的第一首歌曲 千秋共一梦 不过那也只是一个预告 并没有正式发布 歌曲千秋共一梦是一首游戏推广曲 但是这款游戏月底才会公测 所以理论上应该不会太早发布 虽然歌曲千秋共一梦 在宣传上占尽了先机 但是因为战线拉得太长 所以还是给了别人弯道超车的机会 弯道超车的机会 就是球球大作战了 这款游戏正式宣布了 1月10日将会正式发布 由周深演唱的2021年度资料片主题曲 无所畏惧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 在开年的第一个月里 周深还有多少隐藏的新歌 但是就目前为止 已经官宣的联手歌来看 已经非常生动的描述了 周深游戏歌曲批发商的名号 据说周深还有很多未发表的歌曲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很多 这样的游戏推广曲呢 不管还有多少首这样的游戏推广曲 但是不得不佩服周深的战略 非常有前瞻性 如果是当作一种战略投资的话 那么现在来看 周深的战略投资 还是非常成功和到位的 不愧是做老板的料 否则也不会成立分公司了 是的 上海静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于12月7日成立 周深为公司的最终受益人 持股比例依然是95% 周深的世界版图 开始迅速扩张了 网友们除了恭喜周老板 在北京开分公司之外 都纷纷询问 周老板的公司是否缺人 周深的新歌《无所畏惧》 虽然是一首游戏歌曲 不过人生无戏 戏如人生 周深依靠自己的努力 无所畏惧地打开了自己的新事业 让自己的路越走越宽 周深说 曾把恐惧当饭吃 除了让人觉得心酸之外 小编也觉得 周深最终能够走出来 并且能够战胜恐惧 不就是依靠《无所畏惧》吗 《无所畏惧》也是你我需要的 但是《无所畏惧》 并不是凭空就可以学习到的 而是被社会毒打后才打开的 期待1月10日发布的《无所畏惧》 也让我们学会战胜恐惧 1月10日同时也是周深2021年 第一个舞台 腾讯娱乐年度盛典 大家不要忘记 这一天将会双喜降临 周深的联手新歌《廉家公司》 你觉得如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经常更新